今天呢是无产阶级和无神论者 篡位关于革命史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是从路易十六去世以后 一直到拿破仑 他的失败 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结束的这个时期 那么当然了 就是拿破仑死后 就是这个百日政权结束以后 拿破仑被流放到这个小岛上了 圣拿赫勒岛上了 那么他呢 虽然他还没死 但是法国的所谓的革命激情已经结束了 正如托克维尔在这个旧制度和大革命里头就写到了 法国人再也没有人在关心自由 那么 在拿破仑以后 大革命的真正可以说是进行一个结束了 真正的这个结束了 当然了之后 法国仍然是时有动乱 但是他再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种 没事就巴黎人民就起义了 没事巴黎人民就这个造反了 没事巴黎人民就要大开杀戒了 这种情况就不再出现了 所以说拿破仑之失败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终局 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上台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 所以如果你正正面的去面对法国大革命 以及他的影响 你就要讲到拿破仑的时代的结束 那么路易被杀害以后 吉伦特当政时期呢 吉伦特派面对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尽管我们已经推翻了万恶的封建统治 我们推翻了万恶的国王和法莱多邦王室 但是我们没有统治经验 这些当政的人 他们要不然就是律师知识分子出身 深受福尔泰卢梭 孟德斯鳩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这些影响 这些人 不仅是当时的资本阶级 包括当时的一些贵族阶级 都深受福尔泰这个万恶的福尔泰的影响 把这个人间天堂的神话 想象的可以在人间建立式的好像 那么 因为福尔泰卢梭这群人的影响 所以法国人就想 我们建立一个福尔泰式的卢梭式的政权 但是福尔泰和卢梭他们 他们只批评了这个世界不应该有的 当然他们也设想出一个应该有的世界是怎样 然而他们却没有说任何关于 怎么建立一个你理想中社会的 这需要任何社会都需要有制度啊 任何社会都需要维持秩序的成本 维持秩序的途径 比如说现在的社会 你怎么维持秩序 警察社会 对不对 封建时代的时候也有陷兵陷阱 或者是在 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主要是由贵族教室 这种结构和人民之间的 贵士教室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它保持了农村的稳定 当然了市城市就是由市议会市政府市议会人民代表这样的形式工会代表人民代表这样的形式来解决市政问题 城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不是说人口人口多了地方就叫城市 地方大的地方就叫城市 像中国所有的城市它都不能在政治意义上 中国所有的城市它都不能称之为城市 不能称之为city 这个city这个本身就有很明显的政治的含义在里 所以说中国是没有政治 那么 你把这些东西推翻了 把这些旧制度推翻了 法国大革命 就是要推翻旧制度 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法国大革命 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之前我已经说了法国大革命的形成的原因 但是法国大革命在福尔泰这群人的蛊惑之下 他们要建立新社会 然而他们不知道怎么建立 他们只知道他们要建立新社会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在路易斯就是在这个 从巴士底监狱被攻陷 一直到拿破仑称帝这段时间 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十年多的时间里 将近十年的时间里 为什么法国乱象不断 一波又一波的革命 一波又一波的暴力运动 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十二五四丁说的那句话非常好 一个人要想得到救赎 就必须知道三件事情 知道自己要什么 知道自己想什么 知道自己做什么 法国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法国人就互相的杀法 推翻了旧的制度 那么新的制度就要建立 可是呢 这些读卢梭和福尔泰的人 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他们也没有建立新制度的这种思想 他们更不懂得政治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在就像文人一样 文人最擅长干什么事 斗嘴 你可以看出福尔泰的所有作品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在批评别人 这种人在他没有掌握武力的情况下 他只能开开嘴炮 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杀人的权力 那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建立的政权 到底有多可怕 法国的这些啊 雅各宾时期 这个雅各宾派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争斗 就是知识分子的争斗 应用到 表现在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家 德性肯定是比知识分子要高一千倍一万倍 因为他们还没有在现实世界中互相这么杀戮 而知识分子一旦拿起了枪杆子和刀 他们杀人杀的比谁都狠 比谁都黑 啊 所以这点是要从法国的革命史中得到的一个经验 那么法国要推翻旧制度 当然了之前我说了 因为法国国王的这些啊 错误的政策 那么 嗯 旧制度中哪些是他们厌恶的呢 其实法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法国人他们生活很痛苦 在大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很痛苦 啊 财政上的危机 生活上的不如意 社会的流沙化 官僚制度的压迫 税收官的这种让他们厌恶 他们觉得每一件事都不顺心 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接受了启蒙主义的伟大思想 启蒙主义的伟大思想 把你本来觉得天经地义的压迫变成了你觉得妈的他天天欺负我 所以我要干他 我要杀了他 我要整死他 我要搞革命 然后我当主人 这样我就不用受这些气了 那么经过启蒙思想的巴黎市民们 他们搞了一场大革命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你看法国人把宗教废除了 把法国的国教会废除了 牧师和斯多们 斯多们都变成了 法国国民大会的这个聘用的这个公务员 那么教会的财产一律没收 还有就是把基督的这个儒略力 耶稣教这个基督教的儒略力 把耶稣的诞辰作为公元元年的这个习惯更改了 建立一套革命力 这个革命力我没有研究 因为我不是律法律法学家的专家 但是我知道 法兰西的革命力是以 一些水果呀 食物啊 花朵呀等等等等 来这个建立的每一个月啊 每一个月每一个日子都有他自己对应的 因为天主教是这样 天主教每一位圣人都有他的占礼日 比如说圣彼得是哪天哪天占礼 圣约翰哪天哪天占礼 圣西门哪天哪天占礼 圣伊斯德罗哪天哪天占礼 他都有他自己的占礼日 那么 占礼日的那位圣人 主宝圣人 就是天主教的 那天的敬奉对象 那么法莱西人民呢 他们想了 妈的天主教都是骗子 我们要相信福尔泰 不要相信狗日的天主教 所以我们达到了天主教 那么但是他们还继承了天主教的这种残骸 他们要是真正的像中国人这种无神论者 就应该稀里糊涂过春秋 中国人是没有立法制造能力的 所有的 这点我想大家今天都很清楚了 无论是今天的阳历还是之前 元朝之前的立法 都不是由中国天文学家给予的 都是穆斯林天文学家 或者是耶稣会的天文学家 给中国人制造出来 中国人是没有制造立法的能力的 他没有 他是数学能力 他就达不到这个能力 更不要说天文学的知识 所以说 还是那又回答那句话 中国人是赤裸裸的野兽 任何人类文明相关的东西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法国人民应该制造出一套 没有这种所谓占理日的生活 这种立法 然而他们沿袭了天主教会的传统 他们给每一个月的每一天 都定上一个专门的日子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 诗车局日或者石榴日 当然他们不会崇拜诗车局或者石榴 但是总的来说 他们这种给日子命定的方法 还是因习受到了天主教的传统 你要是没有天主教的传统 你就连这种日子名字都不应该起 月也不应该起 你就像中国人说的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就下去就得了 西方人的月月份 当然不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它是每一个月份都有自己的名字 和它的来源和特殊含义的 都是古罗马时期的天文立法 古希腊是古罗马时期天文立法的命名的 这都是有根源 中国人呢 中国人没有文 中国人是没有文明的文明 所以他的月份的名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种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智力能够理解的这个月份 那么 你从立法这个可以看出 法国人民尽管想要破坏掉一切制度 然而他们没有完成 没有做到 他们还是受到了旧社会阴心守旧的这些东西 因为人 他不是一个可以清除掉硬盘的那么一个机器 你如果是一台电脑 我重新装一套系统 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人不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给人重新装一套系统 所以法国人在这方面又显示出了 他们无神论者的无力 那么 在这个时候 三派 以罗普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 以 这个 普利索为代表的 吉伦特派和以 这个丹东为代表的 山岳派 三派之间互相杀伐 因为他们每一个 他们都像知识分子 他们也都是身受伟大的福尔泰和 卢梭启蒙过的人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理解建立新事件 新制度的这么一个体系 但是他们的体系都是互相不能相容的 于是他们就像文人斗嘴 争宠 一样 在这个国民 以前是在皇家科学院 现在在国民大会里互相杀伐起来 互相残杀起来 这个 这个时候 万恶的欧洲封建社会的领主们 君主们 像红 面对着像洪水猛兽一样的法兰西革命 感到了十分的惶恐 当然这是无产阶级 伟大思想家们经常在历史史书中写到 其实并不是这样 欧洲的君主们并不害怕法兰西的革命 欧洲的君主们只是对法兰西的革命充满了疑惑 在菲特列二十大帝的那个时代 菲特列已经预感到了 法国正在酝酿一场可怕的风暴 但是菲特列并不知道 这场风暴到底是什么 这场风暴到底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连法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其他欧洲的君主了 法国人到底想要什么呢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别人怎么能知道 正如我前面说的 法国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是他们的不满和狂躁 就像一只发了情的熊螳螂一样 他们这种狂躁是所有人都能观察到 所以欧洲的君主们 时刻对这个要出栏的猛兽 加以提防 然而这个时候 法国会未来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是没有人知道 当时的主要能跟法国抗衡的君主 只有英国 奥地利 俄国和普鲁士 那么几个国家 很少 欧洲能跟法国抗衡的国家是非常少 所以法国的位置 他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重要 那么反法联军其实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建立 当法国人迫害教会 残杀教士 当然也把贵族和王室都杀光了 这个情况下 反法联军才意识到 这场革命并不是简单的一场 我们要抒发我们的不满 我们要更改国家的某些政策或怎么样 而是要推翻人类文明 至少是西方文明 所建立起来一切的制度 和现有的这些政治体系 这是为什么旧世界 为什么欧洲的封建君主们要剿灭万恶的法兰西 比如说法国人就非常不明白 英国人为什么 你们会加入反法联军呢 我们是革命的 你们不也是相信自由和民主的吗 面对着万恶的奥地利和普鲁士 这两个欧陆上最残暴的野蛮君主 你们怎么能跟着奥地利普鲁士一起搭我们呢 法兰西人没法理解 法国人没法理解 其实原因很简单 英国人虽然支持自由和民主 但是他们要求的是自由的民主 而不是暴政的民主 法国人已经建立起一个暴政民主 而且法国人是要消灭一切文明 西方文明的 这是英国人和整个欧洲人都不可接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万恶的反法联军就建立起来 而我们敬爱的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们 他们都是一群知识分子 也是一群嘴炮大师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杀法国人 但是对杀敌人这方面却不太在行 这跟我们看这点跟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一样 我反复强调法国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因为你看他的所有特征都展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什么 杀别人不行 斯大林同志他是抵御不了德国 但是他杀俄罗斯人 他的共产国际也不讲他们是哪国人 但是就说他们杀他们的主体民族是非常强大 中国共产党就不用说了 中国共产党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除了对国民党以外 他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所以说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是一个十足的彻头彻尾 从头到尾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天大的笑话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 他都是杀自己人最擅长 杀别人是不行 因为这个方面 所以巴黎人民又一次起义 巴黎人民起义因为不满 吉伦特派在战场上的节节势力 所以他们推翻了吉伦特派 这时候建立起了雅各宾的专政 雅各宾专政时期 我首先要提一下一个人 这个人被过度的神话 其实这个人是一个极为不重要 而且也是一个极为负面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马拉 说马拉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人尽管在法国大革命中确实地位很高 但是他的地位是完全被虚造出来的 宣传出来 他并不重要 但是有一幅作品 有一幅艺术作品 跟西西相关 这幅艺术作品非常有名 所以他也因此被抬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地位 就是这个雅各路易大卫画的这幅马拉之死 画呢就是马拉躺在这个浴盆里头 被杀害 躺在浴盆里 为什么他躺在浴盆里呢 因为马拉这位可爱的革命家 他在宣传他的激进思想的时候 被吉伦特汤派所抓捕 所逮捕 所以他就经常跑到下水道里头 跑到下水道里生活 那么下水道里的病菌很多 所以病菌很多 就导致他身上的皮肤的非常受到了感染 所以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 现代人 现代医学家分析 他可能是患有什么 就是这种 这个叫什么 这个 一种选类 一种选类 所以说呢 他的皮肤不能在阳光下时间过长 而且他非常的 起氧无比极其痛苦 这也是上帝对这种不洁净的 万恶的无神论者的一种惩罚吧 然而这并不重要 那么你也可以看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都是一群什么人 他们都像这个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 是一群肮脏丑陋邪恶的人 一个光明伟大 正确的领袖 不应该是像在天安门上那位毛主席的画像一样吗 你看我们在天安门上那个毛主席的画像 多么英明 多么伟大 满面红光 充满了资产阶级或者富农阶级的那种面色 而不是一种瘦小枯干 满脸辣色菜色的无产阶级面相 那么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他在延安的时候 跟斯诺聊天的时候 他一只手摘着身上的狮子 一只手跟美国的 就是一边跟美国的这个记者斯诺 讨论未来共产党的怎么执政的问题 你也可以看出 在延安宅室的毛泽东 跟躲在像老鼠一样躲在下水道的马拉 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 都是无产阶级 而且他们最最代表了无产阶级 应有的真实面貌和真实形态 但是马拉他是在这个罗伯斯比尔时期被杀害了 就是这个罗伯斯比尔之前 就被这个吉伦特派的刺客杀害了 那么他没有变成法兰西的最高执政 但是你想想如果他这种人 他躲在下水道里 这种心理扭曲的人 你想想他要是成为 做到了法国这个全民大会的主席这个位置上 那法国人死的肯定比罗伯斯比尔还要多的多 那么 这里还有一段很有很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马拉这个人他年轻时 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个医生 他就呢 想去这个皇家学院啊 进入到皇家学院这个系统 就像毛泽东想要进北大一样 然后马拉呢 他把他的一篇论文就交给了当时注 当然也是现在极其影响最大的这么一位化学家 拉瓦西 拉瓦西 我相信知道化学 只要了解化学 人就没有不知道拉瓦西的啊 氧跟氢都是由他命名的 他是 可以说是化学领域中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这个 伟大的化学家 他的贡献是非常重要 他也是法国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那么 拉瓦西这个人呢 他看到了马拉的这个论文 他就觉得这篇论文一文不值 于是呢 评价是极低 当然 马拉就在此怀恨在心了 就像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他为什么这么恨北大这群教授啊 胡适啊 这个 这群人 他们他为什么这么恨他们 胡适挣400块钱的工资 毛泽东挣8块钱的工资 但是毛泽东他认为 他肯定不会认为他比胡适更低 他肯定认为他比胡适更高啊 而且在未来确实证明了 毛泽东他就是比胡适更高 那么毛泽东他仇恨什么 他仇恨的就是那个 把他贬的一文不值的 每个月只零8块钱工资的万个的旧社会和旧体制 现在新社会新时体制 我成我毛泽东成了土皇帝 你胡适算个毛啊 你鲁迅算个毛啊 你们不就是一群拿着笔天天吹吹这个放嘴炮的一群知识分子呢 啊 我要想要你们的命还不是一如反掌啊 所以毛泽东他说出了一种那个妙小腰风大 尺浅王八多啊 他评价北大 他就说北大这地方啊 妙小腰风大 尺浅王八多 顺便一提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是 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这话实在实在是太恶臭了 什么叫恶臭呢 让人作呕 就是太没有水平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里旧毛主席说的话 我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说出这么恶臭的话 那是相当符合他的阶级地位 那么马拉也是这么一个人 他进不了皇家科学院 他当然仇恨拉瓦西这样的贵族科学家 拉瓦西是一个贵族主人 他呢是一个 他在皇家科学院的时候 他是一个坚韧一个税务官 而税务官呢是非常引起人民仇恨的 这个时候 拉瓦西也知道法国的局势非常不稳定 人民的重负是非常重的 所以拉瓦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就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如何提高农业产量 他认为只要提高了农业产量 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税收负担 然后农民就会轻松一些 国家的阶级矛盾就会缓和 但是他其实并不懂得政治上 如果你不从政治解决问题 你提高再多产量也是白提高 因为你提高多少产量 政治无能的官僚系统就能剥削你多少产量 当然了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 所以他的思想是很天真的 但是从拉瓦西这里看来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那么这位可怜的高尚的化学家 却被他心心念念关心的农民 污蔑为坑害农民的税吏 然后就被残忍杀 就被送到断头台上 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看到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说 我们共产党员迫害科学家 迫害什么陈景润 迫害那些过去的科学家们 包括什么两弹一星的那些科学家们 都被共产党迫害了 在文革时期 其实他们不明白 无产阶级的革命 就是要迫害你资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 这个法国大元命 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 它也是要迫害你贵族出身的科学家 就是拉瓦西这样 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 另一个主要的特征 那么马拉这么一个像下水道老鼠一样的 这么一个革命家呢 他就比一般的吉伦特派更加偏激 甚至他呢 抨击当时刚刚写出的人权宣言 就是我上次所说的啊 毫无实际内容的废话 那么他的就是说 他的激进已经到了 人权宣言都不满足于他 他说人权宣言是什么 人权宣言是资产阶级镇压 无产阶级的 当然他没有用无产阶级这个词了 就是说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 让人民在一种幻想中 可以安稳的与资产阶级和平度日的 一种虚假的一种啊 一个这么一个 一个宣言 一份文件是欺骗人民 所以呢你可以看出了 他是他不加入共产党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如果生在有共产党的时代 他很可能就跑到 那个莫斯科接受训练了 但是很可惜 他的那个时代 伟大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同志还没有出生 不是马克思同志还没有 发明他伟大的 先进的革命理论 列宁同志更没有建立 伟大的苏维埃 所以呢 马拉同志就只能 在没有革命导师 和革命实践的可悲境地下 被反动的吉伦特派暗杀了 但是呢 有一点也是可以说的 马拉这个人是一个 极为像煽动家这么个人 他有点像纳粹里特的格培尔 他在演讲上 或者煽动他人上 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让他做任何事情 还是做不了 所以他是一个被过度神话的人 他是因为他在他的死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从巴士底监狱被攻克 一直到拿破仑称帝这段期间 所有的法国 所有的巴黎人 都不满意于所有统治过他们的人 他们觉得每一个政府都是非常坏的 他们不满意 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他们也不能提出一个 就像黄贝心革命一样 他们也不能提出一个 具体的措施 行政措施 方案措施 他们提出不了 他们没那个智力 那么 所以 这个马拉的死 就让人们更加愤怒了 吉伦特派 打仗不行 杀自己人杀的挺厉害 于是他们推翻了万恶的吉伦特派 推举出了伟大的革命家 罗伯斯比尔同志 罗伯斯比尔同志被推翻了以后 因为马拉的被利用的这种身份就没有价值 马拉他本身也是把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推上去的一个媒介 他就是一个宋教人事件 他的死实际上是一种宋教人事件 他是要把国民党和这种推上北洋政府之前线 把这种思想革命意识在人民群众中激起浪花的这么一个事件 实际上他本身的死 没什么重要性 所以说马拉这种人是被神化 就像宋教人或者玉达夫这种人是被神化 他们本身没有多大价值 他们的死是有价值 所以呢 在罗伯斯比尔被推翻了以后 这个 这个马拉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法国人也就不怎么提他 那么就像国民党败退了以后 宋教人的价值自然就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属于同一个类型 那么马拉这种人是一个革命家造神的一个形象 他也是革命的受害者 但是他属于作茧自负的 就是说 这就叫做法自闭 什么叫做法自闭 马拉这种人就属于做法自闭 自己搞革命最后被自己给被自己的革命给坑死 当然了 在所有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 你要说路易十四路易十六或者是拉瓦西战的科学这家贵族和王室 他们被杀了 他们不是自己坑自己 当然他们也有一定自己的原因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他们不是直接坑自己 马拉这种人处处自己给自己准备好了脚锁了 自己准备好了自己脚锁了 所以说他的死是不值得同情 他跟刘少奇属于同一种人 刘少奇就属于自己创造革命 然后被自己创造革命绞死 其实他跟刘少奇也比不了 因为刘少奇毕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而马拉呢 他更像那些投奔到延安 然后在延安整风中被狠狠整死的那些小知识分子们 那些接受了一些西方碎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他们在国民党的地区觉得不自由不民主 跑到延安 毛泽东怎么对付他们 那就是想而易见的事情 今天我再说一遍 上次我又提到那个李硕投匪那件事 所有投匪的华侨 就是这个现成版的教学 马拉就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车之鉴 这个当初投奔延安的那些被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里整死那群知识青年们 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还有那些新中国建立以后 从美国回去的投奔的科学家们 思想家们 也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万万不可相信共产党 万万不可相信无产阶级 那么马拉这点事我就说到这 下面就说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姆罗伯斯比尔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的一个有为青年 他当然不是流氓无产者出身了 那么一直到他成为国家国会 国民国会的这个主席之前 罗伯斯比尔的功德和私德 都是非常的无可厚非的 人人称赞 并且拥有着连接者的美名 我也对罗伯斯比尔本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说犯傻或者是蔑视 对于我来讲 他是一个身不由己 在时代中的人 也在时代的局限中 无法认识时代 当然这是所有人 只要是在时代的人 就永远无法理解 除非你有着 就是米塞斯或者说是斯比格勒这样的 完全不受外界影响 关在自己书屋里头研究学问的这种 纯知识分子 纯粹性的知识分子 而不是像福尔泰这种 没事就要对政治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 这种人能够可能能看清自己的时代 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们 或者是在政治之内的政治家们 他们都是不知道局势是什么 罗伯斯比尔本人 他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 第一方面呢 他是深受了卢梭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 卢梭跟革命思潮有一点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卢斯卢梭是一个道德论者 一个教育性的道德论者 比如说艾米尔里头就讲到 怎么培养好一个人的伟大天性和伟大美德 那么他认为经过教育之后的美人 他就是人性好的了 人性就变好了 但是人性这个东西 永远你没有办法测透它 你不能说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 他就是个好人 他就不可能犯罪了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无稽之谈 有多少犯下害人听闻的罪行的那些杀人犯 连环杀人狂 还有变态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而且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犯罪的这种 犯这种变态杀人的几率就越高 你也可以看出了 卢梭的这种伟大思想 实际上是不符合经验的 不符合经验的 而且不仅在现在这个时代 即使在过去那个时代 也是相对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或教士 更容易犯下变态的罪行 而一般的农民 或者是没受过教育的 他们去迫害别人 都是比较简单的 怎么直接把你杀掉 把你砍死就完了 你像那些中世纪的神话 比如像蓝胡子那种故事 都是贵族在干这种事 没有农民去 用处女的血 给自己洗澡的那种 那么 其实这就说明了 人性都是恶的 无论你受教育 还是不受教育 它都是恶的 那么 你受到卢梭影响的 罗伯斯比尔 他就认为 人性 是要受到教育 才能得到影响 所以说 他是一个在 按照理论观点上 他是一个渐辩论者 就是说我们一点点改革 按理解说 他现在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你看 罗伯斯比尔 这个人的身份 就非常的可笑 按照现在观点 如果这个人不执政 他一定是个保守主义者 他按照他卢梭的 那种观点来看 他对社会的改良 他不是说我要搞革命 因为卢梭也不是提倡革命 那么 但是他另一方面 又受到了 大革命的思潮 他是在这个思潮之中的 置身于这个思潮之中的 一个活人 一个真人 他就不能再像卢梭一样 不能再像福尔泰这样的 世事分子一样 在纸上 在笔上 写些一些自己思想的东西 而跟现实世界不产生交集 他就不能这样 所以他就必须在现实中 做出一些行为 而他发现他没办法 这两者兼容 你要是搞革命 你要是想改变旧制度 而且现在已经把旧制度 已经摧毁了 已经把国王杀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么就彻底的深化 我一次长痛不如短痛 我与其渐变 从我卢梭那种慢慢的改变 我不如狠狠的杀一批 建立起一个 我理想中的社会 这是罗伯斯比尔的一方面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 他又 又有点民主小清新 那个感觉 就是说 心思手软 这个所谓的心思手软 就是说 不是说他杀人心思手软 而是说他对革命的这个效力 他是心思手软的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就对教会这件事 就能看出来 罗伯斯比尔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 他抨击教会的腐败 他说教会 天主教会很腐败 天主教会的权力过大 怎么怎么样 财富过多 穷人那么穷 你们教会又有那么多地产 又有那么多财富 又有那么多的教堂 收这么多的税 这都是需要打击的 狠狠的打击 那么 另一方面 他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或者他 他不赞成无神论者 罗伯斯比尔 他为什么不赞成无神论 他担心 如果没有了教会 没有了信仰 如果作为基督徒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基督教社会的 也没有基督徒了 所有法国人都不是基督徒了 他不知道 没有基督徒的法国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一点 他知道 人性 他知道 当然在他的看来 基督教是个万恶的 邪恶的 这么一个存在 但是他不能保证 无神论者比基督徒更好 这点是他不法保证的 所以他 不能 在这个灵魂领域里头 说绝对的话 因为福尔泰这群人 他们虽然在现实和灵魂上 和这个思想上都进行了很多批判 但是思想上的事 不是你批判就能 作为一个现实来去检验的 你必须观察才能知道 所以他 一方面抨击教会 另外一方面又对无神论者 非常不 就是不鼓励无神论者 并且对当时的排斥基督教的行为 是非常的反对的 从这点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自我矛盾性 至少在马克思眼里看来 他是自我矛盾的 你要么就绝对无神论 你要么就是一个死中的基督教徒 你又打击教会 又打击无神论者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可能跟他的失败也有一定的关系 他是一个地道的民主小清新 但是 大家我要这么说 大家又不觉得不可相信了 你刚刚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 罗伯斯比尔 这个雅各宾派是最激进的 他怎么是个保守主义者呢 因为他受的影响更多的是 浪漫主义的色彩的东西 而且他受到的卢瑟影响很重 所以说呢 他本身 他对教会这点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保守主义者 他有比他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还要保持一定基督教的传统这种人 激进多的 大多数当时的 包括吉伦特派 比如说我上次说的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 这些人 这些 在政治上 比罗伯斯比尔更加激进的人 更加保守的人 他们在宗教问题上 和社会上问题上 他们实际上比罗伯斯比尔更加激进 有些问题 我们不能认为 在政治上激进 他就在别的问题上 全都是激进的 在经济上 宗教上 社会上 他就全是激进 这个不是一定标准 没有一定之规 所以罗伯斯蒂尔本质 我个人 从我的观点来看 因为他是一个争论很大的人物 从我个人来看 包括他的个人的德行 他显然比马拉 和很多的流氓无产者的德行 实在是太高了 罗伯斯比尔的私德 就不用说了 所以说 他是一个保守 只如果他处的那个位置 没有办法让他保守下去 那我要说 他是个民主小情心 大家就更不信 他杀了这么多人 他怎么是个民主小情心 这里头我就要说一说 我们敬爱的 伟大的 非常伟大的 马可奥列刘皇帝 马可奥列刘皇帝 是毋庸置疑的哲学皇帝 他的嗜好都是哲学家 那么奥列刘皇帝 他杀基督徒 是一点不比 吐哈良 或者是前面那几位皇帝 心思手软 他的哲学造诣 或者是思想造诣 是前面那些皇帝 甚至是所有罗马皇帝 都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他杀基督徒 一点也不心思手软 这点大家很多人 很多自由主义思想家 看到马可奥列刘 写的那陈思路 双眼泛泪 哇塞 这真是太好了写的 哎呀妈呀 太感动我了 大家捧着奥列刘皇帝的书 感动不已 但是看到他残杀基督徒的 野蛮手段 就大呼不可置信 不可相信 不可置信 这么一位伟大的皇帝 写出这么优美文字 写出如此沉思的 这么一部书的皇帝 他怎么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 而且用残酷的暴行 虐待基督徒 不管是基督徒也好 还是虐待人 公民的这么一个魔鬼 一样的人物呢 你说他是尼路干的事 我倒相信 你说他是奥列刘干的事 哎呀 真是 真是无法相信 其实 Robespierre 他也是跟奥列刘一样 这么一个身份 他的身份 导致他要杀人 而不是他自己愿意杀人 奥列刘皇帝杀基督徒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基督徒 把帝国的财富和人力 都放 都跑到 弄到基督教会那 而他们却不给帝国交税 也不交纳 军义税 就是人丁 既不出兵 也不出人 而你把帝国分解了 肢解了 成为帝国的瓦解的力量 如果长期往下 罗马帝国就完蛋了 罗马帝国的存在 就是城邦的元老和贵族们 给罗马帝国纳税 城邦的自由的市民们 为罗马帝国服军役 当然主要是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人 但是基督徒 这个万恶的基督教传遍了 从东边的安条克 一直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 万恶的基督徒们走遍了罗马帝国 所有统治的地区 谁保护着基督徒 你们顺利的传教 你们这些万恶的基督徒 跑到埃塞俄比亚那 就让野蛮的黑人杀个底调 你们跑到波斯人那 让野蛮的波斯人杀个底调 你们跑到海岛 英格兰三岛和北欧那里 就被当地的蛮族杀个底调 只有在罗马境内没人杀你们 你们的安全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城邦 的子弟兵和城邦的纳税人保护的 而你们却破坏我们的城邦共同体 发展你们这个万恶的邪教 你们实在太万恶了 我不杀你们 简直对不起伟大的奥古斯都皇帝 这就是为什么奥列刘皇帝要杀基督徒 跟奥列刘皇帝是哲学家 或者奥列刘皇帝是一个伟大的 斯多格主义思想家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奥列刘皇帝是皇帝 他的身份是皇帝 当然他同时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然而他在杀基督徒的时候 并不是以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去杀的 他是以皇帝的身份去杀 这样理解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奥列刘要杀基督徒 这样理解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罗普斯坚他要杀万恶的巴黎市民 因为万恶的巴黎市民已经成立群暴民了 他们在反复的革命中 他们连国王都敢杀 他们还有谁不敢杀 没有 他们心中再也没有所谓的权威 神圣和美好的东西 取而代之的就是盲目的复仇 我们之前被压迫 终于经过伟大的福尔泰的开导 我们才明白我们被人压迫 一直在压迫 我们被压迫了好几千年 我们终于解放了人性 现在我们该干什么 报仇 他们变得像野兽一样 肆无忌惮 疯狂的报复 一切他们能够想到 曾经有可能压迫过他们 或榨取过他们的任何人 任何事物 总结来讲 就是任何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都是压迫他们的人 这是福尔泰一直推崇 那么巴黎市民养成了这种 不能服从任何人管教的这种品质 当然了 这里又要说到我们敬爱伟大的革命先驱列宁同志 列宁同志是通过两万水兵 就是他在彼得堡 那两万的水兵 推翻了万恶 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 社会民主党政府 没有那两万水兵 列宁那些匪谍是推翻不了克伦斯基的 但是这点 列宁同志就不地道 他在利用水兵推翻了克伦斯基以后 他又把水兵都杀光了 为什么 因为水兵杀死了克伦斯基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他们已经杀了两次 造两次反了 他们还会再怕造第三次反吗 所以说 这就像 我用一个不准确的例子 就像一个男人出轨一样 一个男人要不然他就不出轨 要不然他就出无数次轨 没有中间之职 一个男人出一次轨 假如说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还有可能改 这个我不能否认 但是如果他出第二次轨了 他就 以后你就放心 这个男人是一直要在出轨 这种男人你就不要再跟他有什么废话 女人也反之也一样 就是说 所有的关系这样都是 人类的所有关系 其实它都是有封建性 就是有所谓的中国人所谓的中义之心 西方人所谓的契约精神 一旦你已经养成了对你的政府 对你的统治者随时抱有不满 随时想要推翻他们那种心理 这种人民是没有办法管教 小孩 为什么父母能够管教小孩子 父母能够管教小孩子 重要原因就是父母有权威 如果你把父母的权威剥夺了 父母还怎么管教小孩子 这是西方拜托最爱干的事 国家也一样 国家没有权威 还怎么管教人民 那么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 他就不服父母的管教 他就要自己做主 但是小孩子不会把 孩子不会把自己的父母杀死 他只是说你以后别管我 这就是人的独立的过程 人独立的就不再听父母的话 但是他不会把父母杀死 革命就不一样 革命要把自己父母杀死 就像我最近在听 最近我在找这个路易十六的这些资料 我就找到了路易十六的一首歌 路易十六里的歌 当然是用法文唱的 我也不会法文 就是说路易十六里的歌就说 唱就唱到就说 我给了你自由 你却给予我锁链 我让你们获得幸福 你们却把我置于断头台上 好吧 法国人民 虽然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君主了 但我仍然是你们的父亲 如果我的死能让你们快乐 那就让我的血留在你们面前 这就是路易十六的歌声啊 父亲把孩子养大了 不是为了让孩子把他宰了 父亲当然可以不管叫这个孩子 让他自立 所有的开明专制都是这样 开明专制如果经过君主立宪 慢慢的变成一个君主立宪 或者是最后君主制瓦解了 也没有说按照一个鉴辩论的 按照一个所谓过渡政府的和平演变的策略 你是不应该杀死君主的 君主给你君主专制 开明专制 就是让人民学习民主 没有这段时间你一群野人 你怎么搞民主啊 所以说给你教育 让你慢慢明白民主 按照父母养活孩子的话 那君主制变成民主制 也应该是这个过程 但是法国大元兵没有采取这种措施 他是杀死的 所以说他就像一个逆子 逆子就是什么 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然后把父亲的财产抢走了 去到处挥霍 这样的人是不可救药的 这样人在今天的社会也是不可救药的 无君无腹的人 所以这种人是必须被消灭的 罗伯斯比尔干的就是这件事 法国人已经成了一群暴民 成一群无君无腹的暴民 天天想着杀死自己的统治者 然后接替同治者成为皇帝这样的暴民 对于这种暴民你有什么措施呢 你只能杀 你不杀他 他就控制不了局势 你让他活着 就是你要求法兰西自我毁灭 这就跟吸毒一样 你吸毒 你可以得到快感 然后接下来你就很快就要毁灭 那么法国人就进入了一个吸毒的状态 他们推翻 他们上街起义 他们推翻政府 就像吸毒的过程 推翻了一次 有一次快感 但是这个快感是不断下降 第一次把路易十六杀了 他们全程欢欣鼓舞 人人兴奋的高兴的欢呼 哇大独裁者死了 万恶的法雷西国王死了 万恶的波邦王誓死了 他们再杀布利索特 他们就没有那么兴奋了 等他们杀到罗伯斯比尔时候 心里就麻木了 这个过程跟吸毒也是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形状 如果上帝真的放肆 允许万恶的法国人继续这样下去 那今天有没有法国 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罗伯斯比尔杀人和奥列刘皇帝 还有列宁杀那些水兵 那些彼得堡的水兵是同样一个缘由 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 但是他杀人不是他自己 他喜欢杀人 像秦始皇那样 他就是个杀人的魔头 或者毛泽东那样 或者说其实秦始皇跟毛泽东 也有杀人的理由 但是他们的理由 显然不如前面那几者的更加的重要 或者更加的合理 那么他不杀人 也早晚要有一个代替罗伯斯比尔的政治家 来杀这群万恶的巴黎市民 这群人是必须死 你不死的话 巴黎是永远不法平静 所以说 他的死又是一个政治悲剧 他内心的理想主义的情操 你不需要怀疑 罗伯斯比尔是一个绝对地道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可悲的命运 又要归咎于万恶福尔泰这种敌基督的无神论者 给世界带来一个怎样的政权 像罗伯斯比尔这样一个三好青年 在他来到了万恶福尔泰设计的美好世界之下 变成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万恶的屠夫 你就可以看出 福尔泰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自我毁灭的道路 热月革命政变以后 那个杀死了路易十六 杀死了丹顿 杀死布里索 杀死艾贝尔 杀死拉瓦西的那个断头台 迎来了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也接受同样的命运 罗伯斯比尔杀了四万的巴黎市民 这个历史记录一直到希特勒时代才做到 罗伯斯比尔当然不是欧洲杀人最多的 但是他是西方文明中里除了希特勒里 以政治名义杀人最多的一个人 以政治为口号 当然拿破仑杀的人肯定比罗伯斯比尔多得多 但是以政治名义杀人的人 这个西方世界里除了希特勒以外 他是第二名排第二名 斯大林的斯大林 你不能把他算西方文明 如果斯大林算西方文明的话 斯大林第一 希特勒第二 罗伯斯比尔第三 热月革命之后呢 就有无数次小的起义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巴黎人民没事就上街起义了 就是巴黎人民经过了这种恐怖的大屠杀 被杀了四万的暴民 巴黎人还没事就起义 后面的都政府当然也因为这个万恶的巴黎市民 天天没事造反 所以都政府也要杀一批 但是他们杀人就不像罗伯斯比尔那么痛快了 杀的就少了 规模也小了 在这个时期 伟大的敬爱的拿破仑皇帝就诞生了 拿破仑的事迹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我也不需要多说 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记载和资料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主要我就简单讲一下 从拿破仑的称帝到他的失败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 比如说像托克威尔写那部旧治主义大革命 他是在1850年左右写的 这部书里头其实就已经讲到了 拿破仑革命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大革命的余波已经慢慢的消散了 我们在他那个时代 在托克威尔那个时代 再观察大革命能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了 而当时大革命的影响仍然在当时的法国是明显这个痕迹是很重的 所以说他写出来的这份评价评论性的文章 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拿破仑称帝当然就是大革命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受到一个影响 拿破仑是什么出身 一科西加土鳖 我之前说拿破仑是科西加土鳖 希特勒是这个维也纳土鳖 斯大林是奥赛提一个土鳖 格鲁基亚一个土鳖 这些土鳖怎么能够当上国王 当上皇帝呢 当上国家领袖呢 就是靠无产阶级革命啊 拿破仑能够 如果路易十六活着 拿破仑这土鳖他再最大强大 他也就是个将军 他是当不了皇帝 当个元帅就顶天了 他能当皇帝 当然是因为外额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才能当上皇帝 所以在都政府之后 拿破仑远征了意大利和埃及 当然他在跟奥地利的战争 也胜利了 所以他通过军事胜利 建立起了无比的威望 在1799年成了第一执政 从1789年一直到1799年 法国人民乱象丛生 巴士里监狱 推翻了帝国建立共和国 这个 吉伦特派时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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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时期 热月政变 是吧 都政府时期 法国经历了无数政府 无数个管理的模式 直到这时候 法国人才知道他们要什么 拿破仑皇帝 是我们法国人最最需要的 就是 暴力 法国人的暴力 在国内已经实行的够多了 巴黎人的暴力 已经实行的够多了 这时候 他们就要把这个野蛮的 就像洪水 要出栏的洪水一样 像要出栏的一头野牛一样 西白牙的斗牛 那个要出栏的那头野牛一样 要把自己的愤怒 转嫁到其他的可怜的民族上 周围的民族上 刚刚开始 法国人面对着反法联军 他们还是自卫者 但是等到 我们的伟大的拿破仑皇帝 他们就成为侵略者 拿破仑的武力 成为了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 巴黎人民一直认为 所有之前那些政府 他们的合法性都是质疑的 但是为什么巴黎人民承认 拿破仑陛下的政权呢 拿破仑有什么美德吗 拿破仑没有什么美德 拿破仑有什么贵族协同吗 拿破仑也没有贵族协同 拿破仑受到教会的祝福了吗 拿破仑也没有 拿破仑唯一拥有的就是 他能带领他的子弟 把奥地利人 意大利人 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狠狠地揍一遍 把普鲁士人狠狠地揍一遍 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打得屁滚尿流 把他们打得跪地求饶 法国人终于把自己真实 福尔泰的万恶思想 终于把那种所谓的 我们谁也不要欺负谁 建立一个美好的孤托邦理想国 变成了一个到处征服 肆意杀戮 野蛮 像野蛮人一样的一群疯子 一群疯狂的 被自己的野心和复仇蒙蔽的疯狂 这个时候就不是在通过革命的名称 来征服这些万恶的外国人 而是以拿破仑皇帝的名称 以统一欧洲的名称 以法莱西伟大的 狂热的沙文 民族沙文主义为称 来杀死的这些 这些人 1805年 反法同盟 奥地利英国 俄罗斯 沙俄 在沃尔姆激战 奥斯特里斯胜利 法军报 这个法军这个大胜 三皇会战争 法军大胜 奥地利皇帝和俄罗斯沙皇 都被迫 签署跟拿破仑之间的这个 协约 就是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被福尔泰称之为既不神圣 也不罗马 更非帝国的这么一个几百年的系统 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拿破仑战争 他到底对世界影响是什么 他的影响就是 世界进入一个更残忍 更野蛮的时代 面对法国的民族主义的猖狂 和对欧洲各个君主制国家的这种疯狂的 这种反倾倒算 也导致了欧洲所有的君主制国家 不得不建立起一层更残忍的制度 剥削本 也不能说剥削吧 就是榨取本国人民的资源 建立一套民族国家 来对抗万恶的法兰西 普鲁士是这里头最走的最明显的一个人 否则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跟万恶的法兰西在对抗 还有就是我们敬爱的拿破仑皇帝 他是要求神圣 这个罗马教宗为他加冕的 我们都知道那幅名画 拿破仑拿着这个王后的官 给他的妻子加冕 从这个教宗的手里夺下了这个王后的王冠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教宗算个屁啊 就像斯大林说的 你教宗有几个师啊 我给我的王后加冕 你教宗算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无产阶级的行为表现 加冕这个行为 是教会把上帝的权利赐予你 我之前讲主权那期 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主权是什么 我反复讲过神学里头的主权者 和国家的主权者之间的关系 拿破仑这个行为 其实就是蔑视教会 你教会算什么呀 你们自称有什么上帝的权威 有上帝什么 你们还不是在法国大革命 让革命群众杀得七婚八素 哭爹喊娘 你们什么都没有 离开了法国的军队 这个法国王室的保护 你们狗屁都不是 拿破仑其实就这意思 当然意大利的统一革命家 他们其实也都是这样 对待教会 那么教宗呢 作为一个没有武力的神职人员 精神领袖 他像达赖喇嘛一样 你让达赖喇嘛打仗 达赖喇嘛是打不了仗的 但是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 在西金和不丹人民心中 藏传佛教的人民心中 有着神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种神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不是靠拳头和武力能够征服 所以说这个 就是拿破仑 他就要向世界证明 你教皇算个屁啊你 你教皇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我的妻子 我的包括我自己的王冠 都要由我自己来戴 你没这个权利 他实际上就向世界表达出了这么一个 信号 这个信号是极其恶劣的 极其万恶 极其罪恶 那么最后我想说说两个人 就是拿破仑在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时候 他让他的兄长 继承这个西班牙的王位 这时候拿破仑的大军就打 拿破仑的大军就打到马德里了 这时候在马德里呢 1908年5月3日 就发生了一起屠杀 著名的画家 西班牙这个画家叫弗朗西斯科 戈雅 他就画了一幅名画 这是他 这可能是他生命中最著名的一幅画 叫1808年的5月3日 这幅画是描写法军 法军军人怎样屠杀马德里的市民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国家野蛮的象征 欧洲已经进入了一个野蛮的时代 文明的时代 不会对市民进行这样屠杀 贵族之间的战争 贵族打死死了 谁胜了谁败了 互相分析 割下利益签个条约或者怎么样就完了 而万恶的拿破仑打破了战争规则 竟然跑到别国的首都屠杀别国市民 这种邪恶的行为将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中 但是法国人竟然认为拿破仑是什么民族英雄 今天还把他搁在什么荣军校 那个荣军院那个荣军院里头拿着七层棺果给他盖 这个万恶的屠夫是跟希特勒斯大林一样的邪恶的屠夫 这个时候 我就顺带再讲一下戈亚这点事 就是戈亚他画两幅画 他一幅画是在1788年画的 这幅画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画的 他画的这幅画名字叫圣依西德罗的草原 他画的一幅画大概内容就是 一群贵族市民等等不同的阶级的人 在马德里的这条河的对面 马德里有一条河的对面 在教会和王宫的背影是教会和王宫 还有市民的建筑等等 不同阶级的人欢笑和谐的在这片草原上坐着嬉戏 30年以后 1819年 那就是万恶拿破仑已经入侵过马德里之后了 他画了一幅画 还是在圣依西德罗这个地方 叫圣依西德罗的人群 这幅画就是一群穷困的 无产者就像无产者一样 失去了家园 甚至有一些像患精神病的人 从远处排着一条长长的人龙 整个画面黑暗 没有什么建筑也没有什么光芒 完全陷入世界毁灭那种状态 1788年的时候 那是欧洲贵族还统治的时代 1819年 30年后 那个时候 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时候 格雅用他的画 表示出了 拿破仑战争之前 跟拿破仑战争之后 对于欧洲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贝多芬了 贝多芬大家诸所周知 第三交响曲写的就是 第三交响曲就是给拿破仑写的 本来是叫拿破仑交响曲 但是当贝多芬听到了 拿破仑称帝这个噩耗之后 他愤怒据说 他愤怒的把第三交响曲的手稿扔在了地上 痛苦的说 他背叛了民主 不是他背叛了共和 他背叛了人民 他背叛了革命 他背叛了共和 反复的就说这几句话 当然这对 这对贝多芬是拥有极大沉重的 贝多芬是我之前说过 什尔满赫那期我讲过 革命是什么 革命就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的导火索 贝多芬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的鼻祖 他当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 他是非常欣赏法国大革命的 虽然他不在法国 他在德国 但是他是非常欣赏 也欣欣向往法国大革命的 我将来不否认 贝多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 但是他在政治中的幼稚 简直就像一个什么三岁的孩童一样 贝多芬真的以为 法国大革命是像他理想中那种浪漫主义 幻想中的那种美丽的新世界 他根本就不知道 法国大革命到底造成了多少人 无家可归 多少可怜的人 死得连葬身之地都没有 但是他一个作曲家 他是不理解这些东西 当他看到了万恶的拿破仑 称机登地以后 他觉得拿破仑背叛了共和和革命 你也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有多幼稚 所以他把第三交响曲改名为英雄 原因就在于此 原来这种曲是要拿破仑进行曲 拿破仑交响曲 比如说他第二乐章 拿破仑这个第三 第三交响曲中第二乐章 是我最喜欢的乐章 就是英雄之死 就是葬礼的环板 葬礼的环板这个 这首曲子可谓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 贝多芬音乐的极大成了 甚至比第九交响曲 更能震撼我的心 他流露出的那种哀伤 流露出的那种 像来因河或者多脑河那样 缓缓流动 慢慢汇入大海之中的那种感觉 而那种感觉又是悲伤的 不缓不慢 悠悠的消失了 那种所谓的革命的理想 或者解放的理想 或者是共和的理想 其实在第三交响曲里是非常好能够理解 当然我不知道贝多芬在晚年是否改变了 他对拿破仑或者对法兰西革命的观点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些知识分子面对着万恶的拿破仑的专制和独裁 他们是无可忍受 今天的人 尤其是今天的法国人 把拿破仑当作他们的英雄 是因为他们已经现在二十世纪经历了 希特勒和斯大林 还有毛泽东这样的人的统治 这个世界出现了很多 比拿破仑更加野蛮和没有下线的独裁者的统治 所以今天的人认为拿破仑也不算什么 但是当时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无论死活都要建立反法同盟 不愿意被法国征服 因为拿破仑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革命家 也没有想要解放欧洲人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别人 而且残害别人 拿破仑在死之前 他说他的所谓的拿破仑法典 是他最大的财富 然而拿破仑法典又是个什么玩意儿的 拿破仑法典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罗马法 成文法的法则 他就是说白了秦始皇的法则 秦始皇能有什么法则呢 秦始皇无疑是车同鬼 行同文 统一动良行的法则 把所有人的规矩拧成一股神 参考各个地方的习惯法 建立一套统一法律 然后让官僚按照统一法律去办事 拿破仑无疑只能干出这种法律 他又不是法学家 他懂个屁的法 他只是知道征服别人 而征服别人就要让别人遵守你的规矩 不然你就宰了别人 拿破仑的法典 被拿破仑自己和西方法学家高度赞扬的拿破仑法典 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独服民贼 强迫别人顺服自己的一个暴政而已 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司法上的价值 他的司法价值其实也就是大概罗马法那种价值 进步是没有 他有 你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这个是有点贬低他 但是他的司法进步是好 好没有 他只能说他退步 这样的情况下 你再重新审视拿破仑和造成拿破仑产生的法国大革命 你就会认识到万恶的法国大革命 对人类对西欧文明的破坏到底有多么残酷 多么大 拿破仑的黑手也伸到了世界上各个角落 法兰西这种所谓的 自由民主博爱 这个国家口号传到了世界各地 比如说你看法国殖民地你就能看出来 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殖民国家 四个殖民国家 英国 法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四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 你可以看出英国的殖民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西班牙其次 葡萄牙再次 法国是最差的 但凡是法国殖民的地方 像海地或者是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国家 都是遍布了流氓无产者和混乱的国家 你也可以看出来 法国的革命制造了一个怎样的 你他制造怎样的国家 他能制造怎样的殖民地 而相反 虽然葡萄牙跟西班牙的殖民地也没有多好 但是他们的正常社会秩序还是能维持的 不像海地和阿尔巴尼亚那么混乱 遍地是张献忠那种现象 英国就不用说了 英国是秩序的美秩序的典范 美德的守护者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 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们 当然英国殖民地也有乱的地方 但是那是长期的历史因素积累下来 像海地这样的国家 它是一个新殖民地 它没有所谓的原住民 法国人能把它管理成那么一塌糊涂 你也可以看出法国人的政治德性到底有多差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厌恶法国人 谈法色变的一个心态就原因于此 法国人制造 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国人 法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们 制造了对欧洲的封建体制最大危害的 这一个这套体系 所以他们是欧洲美好和平和安全的死敌 好了 关于无产阶级和无神论者的革命史的第二部分 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